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即使攻略的時間 我是葉北朗,這一節我們會先看看石油股的情況 而為我們分析相關版塊的,就是要作為政院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軟子熙Harrie Harrie早安 早安 紐約油價從五年低位到培會,而石油輸出國組織亦調低了未來的石油需求 見到其他外國的石油公司都不斷傳出一些負面消息 如Conical Phillips和英國石油,都分別削減資本開支和裁員 你覺得未來油價是否會一連串的效應繼續跌下去,似乎油價跌 牽連甚廣,連本港上市的石油股都不能幸免 如果你說提及各國際油價,其實看到油組亦調低了預測 再加上美國那邊的能源局亦發佈了 每個星期的付存,亦都出乎意料之外,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令油價的下跌幅度亦令市場再次震驚 對於本地的油股來說,當然是一個比較大的打擊 特別是883這些股份,其實和油價一定是最敏感的 我們見到它,所謂的未來的開賽成本 油價這樣跌下來的時候,會否已經是吸引不了 這也是大家擔心的對象 所以我希望油股未至於油價這樣下跌,令到他們可能會發刑警 但是對於接下來油價的趨勢,都是看得比較淡一點的時候 883跌到這些價位,都未必說真的已經是跌定 或者對於觀眾來說,可能現階段你自己走進去撈底,風險都是比較大 你說883,可能不知道會否發刑警,現在暫時未知 但它的子公司中海石油服務,其實都叫做發刑警 他們就說,預料未來的利潤可能會下跌 全年的資本開支介乎65億至75億左右 見到油價下跌,這些油田服務的相關股份也跌得很急 你覺得這些油田服務股是不是跌勢,反而比那些傳統石油股更加厲害呢 因為現在現階段,三大石油公司,甚至國際的石油公司 如果他們見到油價下跌的話 為了控制成本,他們就減掉自己的營運開支 或者資本開支 見油下跌,就不要開那麼多油 起碼在成本上有個揭制 但是對於中的油服公司來說 他們主要的客戶也是一些不同的油公司 所以 別人一割一個CAPEX或者資本開支的時候 對於他們的所謂盈利或者收入的來源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今天主要關注焦點大家會放在283 283其實如果他本身的通告發出 是一個很大的所謂的刑警的通知 特別是公司的資本開支會下跌的時候 以往我們看283 就是中海油服 無論他的收入或者是純利的走勢 所以就和CAPEX有一個很大的敏感度 所以大家都預料 以資本開支這樣減下來的時候 對於他未來的順利前景的確有一個很大的下跌 為何會有一個敏感度 如果你看283主要的客戶 當然是他母公司 283中海油 以往中海油其實是兩年前左右 大家都記得是蓬萊的漏油事件 那時候中海油要動用相當大的資本開支 簡單來說補回漏油的孔 所以那時候中海油服的順利急增得很重要 但現階段漏油補完 我們看到又沒有什麼漏油事件 而新的一些油田或是開採力度來講 又可能會下降 所以油服公司特別是283來講 他自己主要的客戶都是中海油的話 沒有公司其實如果一直減CAPEX 對於他的股值 或者盈利基礎會持續地下跌 好啊這個時間我們看看這些相關油服股份 最新的走勢是怎樣 看到中海油田服務跌了接近6% 做12.5% 而安東油田跌了接近2% 而中習安瑞科跌了接近3% 而珠江鋼管跌了1.7% 做2.27 山東麥龍向上升了1.2% 做3.36 Harry看到中海油田服務和安東油田服務 跌勢都比較急 簡單點問一句 見底沒有股價 如果你說股價來說 在這樣的趨勢底下 其實中海油服 都可能會跟著他媽媽835 這樣試下去都可能會10元 所以要看看國際油價何時會存定 現階段來說 依然是一個 我相信是一個比較 政治角力層面居多的因素 所以究竟油組和美國 究竟油價的華語權大戰 何時會結束 即格格戰何時結束 對於不同的油公司 又或者是油服公司 都很大的影響 以近這幾排的走勢 大家要特別留意 油價的上升和下跌 反而可能是油服公司 看到股價的敏感度 更加之大 所以現階段來說 除非我看到國際油價 有一個持續反彈的趨勢 例如幾天 我才會覺得油服公司 值得去試博反彈 不到反過來 上游的開了石油公司 好像三大石油股 剛才你幫我們略為分析 究竟中海油的情況是怎樣 你覺得可能比較淡 中石化和中石油 都有些下油的業務 他們都會 像中石油 將自己開出來的東西 買給自己做下油的業務 從而達至一個盈利 但見到在下油業務方面 其實都不是沒有困境 內地經濟近日出現一些 比較明顯的下行情況 可能對這些下油產品的形勢 都不是太好 你怎樣看中石油和中石化 兩間公司股價的走勢 中石油比較麻煩 因為它自己都有 開採那邊的業務 所以對油價敏感度 沒有883那麼高 但亦會受一個拖累 而386來說 面對著油價的下跌 不是說它不跌 只不過股價防守性 比較高一點 但都非常認同你的看法 就是你見到中國的數據 其實 本身 亦都做得不太好 大家對於 中國內地的原油需求 發展趨勢 上面來說 都是有一個 所謂的 看得比較負面的角度 所以油價下跌 其實暫時去看 未特別刺激到原油的需求 尤其是 在內地的角度來講 油價便宜了 不會特別刺激到 民眾 開車出街 去消費 這個在歐美市場 會比較明顯 在內地市場 未有一個 敏感度 所以 306的趨勢來講 都會跟著 油股漏跌 只不過 跌幅 應該沒有 803 和157 那麼多 在圖表上看到 306的股價 已經跌到 接近10個月的低位 在10個月之前發生什麼事 就出現一個 大的裂口上升 看到你這樣說 現在裂口慢慢開始補 是不是 306要補回 裂口 才可以 跌定 看到當時的裂口 其實高位是5.8元左右 距離現在 還有接近4毫子的距離 你覺得是否真的要補回裂口 如果你說看油價 短期的趨勢 我都會覺得 做得一般 你計算一下 裂口位 其實就是 先前 中石化 一路的業績 做得一般 尤其是 那時候是講 煉油業務 還在虧了很多錢 裂口位 其實主要是 當時 改革措施 引入下游方面的便利店 引入民資 那個裂口 所以補回 機會很大 我始終覺得 現階段 未有很特別的因素 去刺激到 中石化的概念 除非有集團 搞一些重組動作 但現階段的機會 不是那麼大 所以 持有中石化的 一些觀眾 如果你說本身 我之前 趁著反彈 6.6日 不需要太擔心 會有機會反彈 但是 你要趁著 油價 可能有一兩日反彈 中石化 可能會有機會 上去6.2 6.3 時候 其實你都要走貨 明白 這一節 很多謝哈利 我們分析了石油股 和它相關版本的情況 剛才提及過的 一系列石油相關股分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哈利 待會回來 我們會看看其他股市焦點 休息一會 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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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